为了福德中高年事业者可以回到一项 热动部热动热化电宿 VITO社团华林中华官电阻上部协会 开办享用式网纳设计和网路行销零力为分班 透过一系列课程 学校团可以核实到电脑网纳设计专业机灵 有机会可以顺利回到一项 一个半月280点前的课程 学校团可以核实到电脑网纳设计专业机灵 若是有机会 可以顺利再度取业 热动部热动热化电宿中等分数 为了要协助在找头路的人 可以学到第二专业 VITO社团华林中华官电阻上部协会 开办享用式网纳设计 跟网路行销零力为分课程 这一次响应式网站及社群网路行销的课程 主要是希望学员能学到有关针对响应式网站 享用式网站也是最近刚很热门 大家现在都在改版网站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要响应那个手机跟平板 这个部分的一个设计模式 那这个部分是属于现在 包括公司力单位跟私人的企业 都会极力的要来做网站改版的一个状况 估计整个市场的资本的话 大概将近有上亿元的一个产值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来提这个计划 那也很感谢分属这边给我们通过 那这一次学员所学到的这一个部分 有包括平面美工的设计的一个技巧 还有享用式网站设计的一些 模组化的一个处理模式 还有再加上社群行销的一个 那个营运的一个状态 那这些都能够带给学员 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因应的部分 都能够完全的符合 在校园当中 有很多都是中高领事业之后 希望能够入职业 透过的课程 让他们学到另外一个传统 想说学习一制制场 因为我一直认为说 二度就业的职场 不该只是 就是说安阳的服务员 照服务员或者说是整理环境的 对应该也有他的一个另外一个强项 所以想把自己说自己能力能够排养好 除了日子就业之外 透过课程 让学员可以将所有的够学生亡 这要在家里就可以跟学乡站 开阻塑压第二个春天 当初其实也是朋友介绍这样子 朋友告诉我说 这边有个协会 他们有在办训这样子 对那也是 之前跟我家人 我们有想说要做一个 自己想要做一个网站这样子 对所以才想说过来这边学 这项课程是由乐同步保祖 只要是特殊大学者 可以全部免学会 就算是一般大学者的人 也只要负担百分之二十的会员 这对四学者来说 是开创塑压第二个春天最好的选择 新中华新闻白明年中华彩虹报道